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于显阳则轻车熟路地领着贾老道再次来到老阳楼 其实县兵队附近的所有道路均已封锁 只见日军车队鱼冠驶过 景绍长明 小秋和渡边率领大批日本县兵 伪军冲出大门 于显阳和贾老道撤离不及 与一杆鬼子相遇 双方展开激战 于显阳和贾老道赶回寒山寺 只见广场上的台子已经完工 而贺枪实弹的日本士兵 更是严密地把师碑保护起来 虽然前本初已将验碑课程 但这等情形却令本玉偷梁换柱的静缘法师无计可施 明天 先兵队所有路口全部射架 所有外人必须绕行 为令者死 是 这两边 明天全部加上火力点 禁止所有人在此游动 为令者死 是 是 你们记住 这个地方虽然不是铜墙铁壁 我一定要让它孤若解架 是 长州苑外草萧萧 却易重游岁月摇 唯有别时日 今不忘 沐烟书雨过风桥 大师 睡了没有 有点急事找你 是余施主吗 是余施主吗 快请进 大师 余施主 有事你坐下说 大师 不坐了 这么晚打扰你 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余施主担将无妨 能够我找张纸吗 我不能说纸能画 纸能画 有有有有 来来 你就画在这里吧 你别笑唬我啊 不经常拿笔 你是军人吗 能拿枪杆子就行 是逢乱世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这是什么 国兄 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你说吧 那打还是不打 打 肯定有打 我完全同意 昨天晚上 我给我们司令员 发了个电报 把这里的情况 详详细细地 跟他汇报了一下 你们那个司令员 我知道 那应该是赫赫有名的 游击大师 那当然了 我不晓得 你晓不晓得 像当年 你们那个委员长 花五万块打一个 不说这个 那都是过去的事 你赶紧说说你们长官 有什么最新的指示 有啊 你看啊 都写在这上面了 来电西 再次传达中央指示 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 绝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判卖 顾命你不协同作战 彻底打击出卖民族利益之阴谋 纵有牺牲 一无反顾 楚南老弟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兄弟 来 咱们一茶代酒 纵有牺牲 一无反顾 来 来了 来来来来 面条来了啊 多吃一点啊 你嫂子手艺不好 可惜管饱啊 兄弟们 多吃一点啊 那咱走 我这几块银元啊 你把它交给我姐夫啊 阿元要是成亲了 给她天天嫁妆 你自己给她去啊 我这天天忙成这样 我哪见得到她呀 你交给她 给阿元也行 你们这次 执行什么任务啊 再走啊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是老交通员了 这不该问的 不应该问哪 没事的 来 再给我盛碗面汤 来 好的 你 还有什么东西 要我转交给她的吗 你还有什么东西 你还有什么东西 要我转交给她的吗 我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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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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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称 大哥 来 车停到这里 把东西都拿出来 快 往这里 大先生 我们出去看一下 看看日本人 到底摆了一个 什么样的阵场 好的 郭兄 我和大先生出去看一眼 好 阿四 车都改装完了吗 连也改装的 依此后的吧 全是好材料 就是这些车 可惜了 可惜什么 为了打鬼子 别说是几辆车 就是把我整个车行 搭进去 我也乐意 好样的 客长阁下 有没有听说 我们很快就要攻打武汉了 都是些流言罢了 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钱怎么打 没听说吗 国内已经有很多人 连饭都吃不上了 说的也是啊 我家里的弟弟妹妹 学习来说 每天只能喝上 像水一样洗的杂汇中 所以司令官非常重视这次谈判 以花制化 一战有战 这就是司令官的高明之处 但是我是个军人 如果没有战争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里难道不是战场吗 天天对着那些 只会打冷枪的家伙 反特了 我看未必如此 我相信 马上他们就会攻占这里 不过 我正求职不得 泽先生 我不懂军事 但是我还看得出来 情况不妙 是啊 还挺看得起我们的 连路口都封锁了 请你先拉到这里来了 大先生 曾长官 阿宝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啊 我们侦安队啊 管刘洞哨 宪兵队是固定哨 每个巷口都封死了 那个 宪兵队的门口 现在什么情况 宪兵队门口 现在两边雷起了沙包 还有两天机关枪 我听大先生说 你看见贾老道 和一个日本人在一起 没错 像是 鸭蛋桥那边的东洋赤老 会不会是一些鸭 应该不是 那个东洋赤老会说什么话 这边 Interview with超ercule 牛奶 跟崖老师 都贺针满市 牛奶 两两三三三四四五三四五三 这边 你也找得到的 没想到吧 上去一看还得吓你一跳 正对着宪兵队没折没挡 老爹 你这是拜谁呢 这房子的主人 一位老先生 是我连累了他 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石谷哪里去了 这么讲 你以前在这里做过买卖 上次来的时候 差点端了小鬼子的先兵队 我也差点丢了小命 小鬼子相法不错 八成是那个叫独边的家伙 老弟你胆子够大呀 还敢来第二次 要换我的话早换地方了 这叫弹坑原理 什么 什么弹 不是 什么原理 说了你也听不懂 吓了把气了 坐不了先生 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来了 快点呀你 请我爹下 苏举军 这里就向前方 根本不像是后方 是的 这是我下的命令 为了确保亲王殿下 和武汉代表的安全 苏举军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过于谨慎就成了懦弱 我认为 大可不必如此 尊敬的旧燕王殿下 没想到我们能在苏州会面 请 多好的机会 现在打 咱们不好脱身 得等 等小鬼子做踏实了 我认为了 说明天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你 能不想到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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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进去时间不短了吧 小贵的事都完了 又是起立又是鞠躬的 再等 主位 梅祖平先生 受汪主祺之托 为东亚和平起见 不顾自身安危 千里迢迢来到苏州 彼人对此 深表敬佩 愿日中两国精诚合作 共同前进 为早日促成新政权 齐齐协力 我跟你讲 于老弟 我怎么觉得 那你这办法 有点悬 不过话讲回来啊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是吧 我就不信老天爷不开眼 郭兄 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 九点钟 我们准时出发 好 大哥 如果我回不来了 阿云和我姐夫 你就都关照了 兄弟们 出发 出发 现在差不多了吧 岳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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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方面的代表 他作为谈判的一方 必然坐在朝向宫九雁王的对面 岳老爹 松井是主陪 居左手 对了 你方才说 从小阳楼这里看过去 就能看见 宪兵队的窗户 此位置便是武汉代表 岳老爹 啊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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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情况有变 让兄弟们原地见命 我过去看看 好 弟兄们 里边等着 我托尼导进去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 怎么样 八九不离十吧 八九不离十 怎么抄 走 郭兄 怎么说 怎么样 小弟子出动了肯定出了大事 别急 我让阿宝去打探消息去了 我估计是于景阳出手了 真的 郭兄 咱们得想办法去支援他们 好 我带弟兄们过去 曾先生 大哥 你们先撤 我们酥水店 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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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刘刀 咱可不能清空酒没喝 就撂倒了 你以为就你知道 我عل明白 那就多担点鬼子 给咱们下酒 杀 郁佳阳 撞 太队 逗命了 走了 老子 有点 别跑 突撃擊!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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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确确消息 汉奸美祖平当场毙命 于老爹 你今天这一枪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个 上校 还行吧 这就是我说的 我的两成功力 笑死了 老道 不是我夸显阳 无论当年的力行社还是复兴社 包括像今天的中统 军统 若论暗杀行刺之成绩 无影超过此举者 受领袖之密令 一言 奸敌而我毫发无伤 二言 深呼奇迹令日口胆寒 三言 转远 赶紧的 给第三战区司令官发报 就说我要向他报喜 还要给余老弟请功 好的 曾先生 咱们虽然是大功告成了 可是小鬼子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地不可久留 对 我明天晚上离开 所以说 我们大家呀 全都跟我的阳城胡去 我开他两坛好酒 让大家好好痛痛快快地喝一场 对 那个大先生 老道 好 到时候咱们都过去啊 让郭长官好好破费破费 曾长官 我能不能晚两天走 怎么了 她相好还在人家手里呢 对 钱姑娘 大先生 前几天我和显阳 还有钱姑娘去吴家 向吴润官讲 她爹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谁想到临走的时候 吴润官把钱姑娘给拦下来了 讲什么 钱姑娘是她的未婚妻 必须留下来给死去的公共守孝 这时候小秋带着日本兵来了 人家钱姑娘仗义 为了保护于老弟 紧要关头挺身而出 自己留下来了 否则呀 大先生 我是这样想的 当时要是真刀真枪的话 说不定会伤着钱姑娘 就没把她带回来 所以这件事 还要劳烦你了 安能是我徒弟 他扣我徒弟 不打我的脸吗 你看看 把大先生给气的 我还得再去趟寒山寺 靳远大师帮了大忙 我得去谢谢人家 向阳 你要是去寒山寺 你也帮我一个忙 你说 阿元和他爹 只在小鬼子那儿也都挂了号了 我这心里面不踏实 他们总在苏州住着 这不是长久之计呀 我想呢 你帮我跑一趟 等大先生把阿元带回来了 把他们父女俩 送到阳城湖去 那赶紧好啊 我回去就跟钱师傅说 让他马上收拾行李 三嫂 到时候 你帮着准备一趟船 嫂子 又得麻烦你了 客气什么呀 总算啊 嫂子给你烧到太湖三百 没白吃哦 你要天天给我做这个 我宁可不去阳城湖 我天天在这里关禁闭 少来了 你这小子说的 下次啊 要吃好吃的 别叫嫂子做 把钱姑娘救出来 每天让她给你做 来 阿元啊 吃点饭吧 别把身体饿坏了 不吃 你要是不让我出去 我就饿死给你看 你这是何苦呢 任官 任官 来 怎么了 任官 日本人下令 让你这个队长赶紧归队 又怎么了 没听外面想枪吗 这苏州城啊 从年初到现在 哪天不想枪 这次不一样 出大事了 那个一支枚 隔着窗户 把人给打死了 隔着窗户 把人给打死了 那可不 现在外面都传 说这一支枚开了天眼 一杆枪指谁打谁 谁都躲不了 任官 快点吧 日本人都急了 看好的 吃 不吃白不吃 咱们 我早就睡得了 我们走那天 我今晚都坐在那裡 昨天 我嗯 金子小姐 什么事 气泡电打来电话 说是找您 喂 是金子小姐吗 是我 衣服做好了 和你说一声 是吗 那料子够不够用 一寸不多 一寸不少 正好 家里面呢 突然出了点事 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那衣服怎么办 说不定 这几天我就要回国 这么着急啊 是啊 良缘虽好 中妃故乡 早晚都是要回去的 要不这样吧 你帮我寄过来 地址我给过你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 你放心 我一定搬到 一言为定 一诺前进 好 那我等着 一路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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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司令官 南京会电包了吗 是 您没打眼镜 我给您念一遍 不必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 田军六什么时候到 是 是后天 从京都支飞南京 来得好快呀 司令官 田军六阁下 是陆军三长官之一 以前又是炮兵总监 这次飞帝南京 是不是协助你攻打武汉 更准确地说 是来监督我 制约我 在必要的时候 随时取代我的 什么 司令官 难道是因为谈判失败的缘故吗 不 真正的原因在南京 由于我们没有控制好军队的行为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黄威 军威 威风扫地 你知道外国的媒体怎么评价我们的吗 说我们是秦手 强盗 规则手 所以 大本营早就想把我调回国内 以挽回一些国际上的颜面 而这次谈判的功亏一篑 恰好又一次给他们理由 这一枪 来得真是时候 都是被这世人 请司令官下罪 你过去的确有不少的失误 但是这一次 不能怪你 这一枪真是匪夷所思 防不胜防 所幸 鸠燕王安然无恙 否则后果 真是难以想象 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鸠燕王 要是他 能够在天皇陛下面前替我禁言 也许事态的发展 就会出现转机 这样 今天晚上 你安排一家酒楼 我要请鸠燕王 品尝当地的苏帮菜 是 那就安排在松鹤楼 那里的松鼠桂鱼 名不虚传 关键是寒山寺的诗碑 你亲眼看到了 旧燕王一提起诗碑 就眉飞色舞的样子 是 不过 卑职认为 如果想把这个交碑仪式 办得顺利 就需要当地的权贵协助 可是 寒山寺的住持 对我们皇军 一直不太友好 而且 吴会长 前不久又不幸身亡 所以学生认为 想让汤绍宇 继任会长 而且 他还是司令官您的老相识 可以 当年 我在上海领事馆 做五官的时候 就认识他 这样 你指挥他一声 今天晚上 让他也参加 是 是 姐姐是这样啊 还有对联哪 我这老野婚花看不清楚 你给念念上连事是什么啊 上连是亲善正义之本 下连是建设明朗之苏州 讲什么啊 还建设呢 建设个屁啊 我看货还差不多 老道 这小鬼子 不说人话 不败人事也就罢了 最可恨的就是这些王八蛋 吃里扒外的东西 比小鬼子还可恨 要不这样好不好 正好现在有空 我们就先把他做掉 然后再把你的小情人 接回来怎么样 拉倒吧 这无人关是孤家的独苗 我们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你这个叫妇人之人 成不了大事 这打死了狗汉奸 不叫成大事啊 等打跑了小鬼子 我去防漂亮媳妇 盖两间新房 生一个大胖小子 这不叫大事啊 瞧你这点出息 走走走 来了 骞叔 大事 坐 阿元呢 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大先生说 一会儿亲自把阿元送回来 那就好 你不晓得 你走了之后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就怕阿元出个什么事 要不是你说啊 这城里查得紧 我现在就 我早就去找大先生去了 你们那事办得顺利吗 顺 我都没有想到会那么顺 好像一个大线表 正砸在脑袋上 不过这事 得多谢大师指点 要不然这事成不了 阿弥陀佛 这个指点二字可不敢当啊 来来来来 这这这这 都是余施主 敢向前人所不敢想 方能行此 非常之事啊 我这都是瞎胡乱想 大师那才是真学问 你给我画的那个位置图 准准的 哦 你知道 这一枪的命令 是谁下的吗 谁呀 委员长 宗警局 我还是那句话 那三个月之内 中国必亡 如果此话被我言重 那今天的会谈 纯属多余 殿下 也许您过于乐观了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 深知这个民族的兵型 如果我们全面开战 将其逼入绝境 势必激起这个民族性格中 最坚韧的一面 我大日本帝国 必将被拖入长期战争的内探 长期战争 宋警局 不是我狂妄 给我三个师团 我三个月之内 就可以踏平中国 难道 你忘了热河之意吗 一百二十八人 仅仅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一个中队 就可以从中国东北军手中 一举占领成德 尊敬的亲王殿下 恕我直言 您也别忘了 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更何况 还有我曾经的好友 蒋介石总统的帮忙 是他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 总而言之 此一时 彼一时也 亲王殿下 司令官可想 我们今天来 是请汤会长 来打一谈寒山寺 教位仪式的事 好吧 那就赶快谈完这个所谓的什么仪式 我好带着师杯回京都 遵命 于老弟 于老弟 够了吧 钱姑娘吃得了这么多吗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等夏元回来 让他吃你剩下的呀 喝酒吧 来来来 喝酒吧 大功告成 于老弟紧急在望 可喜可喝啊 同喜同喜 来 不好意思啊 是贫僧杀风景了 二位有所不知 大师这是遇上难事了 是师杯的事情吧 大师你是觉得 这小鬼子没日没夜地守着 可师杯 就没办法偷粮换柱了 于施主真是一语中递呀 眼看着日本人就要搞什么交杯仪式了 这块师杯要是让日本人给运走了 再想要回来 那可比登天都要难了 汤先生 不 现在应该叫你汤会长 惨愧惨愧 在下就是怕能力有限 有负殿下和司令官的厚望啊 只要你把寒山寺交杯仪式安排妥当 那就算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想亲王殿下也会好好地感谢你 嗯 嗯 只是 我有点担心 这靳元法师啊 他是我们苏州远近闻名的高僧啊 如果他不合作 我恐怕这里面会有一点麻烦哪 这个大和尚 的确是有些令人头疼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靳元法师他再有名气 也只是个僧人而已 难道他敢对抗皇军 他所谓的不合作 无非就是寒山寺不肯出面 这有什么 既然这样 我们就自己搭台唱戏 你说呢 此话怎讲 就说这个仪式典礼吧 既要隆重又要喜庆 由殿下和司令官亲自到场 那隆重是不在话下了 至于喜庆方面 我们苏州的平坛 昆曲 还有我们的乐剧 苏剧 西剧 样样都拿得出手啊 我们邀请幽灵明爵登台表演 既热烈又热闹 而且彰显了我们中日两国 共同繁荣的精神呐 这个提议不错 我倒是很想听听苏州的平坦 我想一定别有一番风味啊 大师 依我看 你当初让秦师傅课那块假背 那就有点脱裤子放屁 讲什么呢 大师 我这平时讲话直不过脑子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讲贫僧这么做 乃是多此一举 但不晓得于始祖何如此言呢 小秋客长 在 你有什么想法 回司令官 谭会长 他的提议固然是好 可是据我所知 苏州的明爵都跑到外地去了 好像没剩下几个人了 小秋客长不用担心 虽然唱戏的走了不少 但是有名的还在呀 谁呀 就是我们苏州平坦的泰斗啊 唐会长 万非你说的这个人 就是任成大先生的万赫轩 不错 这个是他 可是我在接司令官的时候 在车站见过他一面 他好像对我们大日本皇军 不太给面子 没关系 我和大先生还有点交情 这样吧 我先和大先生商量商量 然后呢 我再向你汇报 有 你费尽周折地绕这么大个圈子 无非是想把那块杯留住 不想让小鬼子抢走对吧 正是如此 那就对了 既然如此 我们有一个更快 更方便的办法 就是先下手围墙 你的意思是 对 我们先把石碑抢下来 然后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等将来有一天小鬼子走了 我们再把石碑放回原处 这就是那个 完 完 完毕归造 对 完毕归造 这我倒没想过呀 你想的呀 都是君子的办法 对付强盗 土匪 那我们就要用土匪的办法 这样最简单 也最直接 简单 直接 但是这件事情要想做成 我们还要请大先生帮忙 因为抢不是问题 运才是问题 这一块石碑 少说好几百斤 没点人力和渠道 还真运不出去 对对对 这刀汇啊 遍布七十二行 只要大先生讲句话 要车有车 要船有船 什么都解决了 好是好 可这样容易惹上麻烦 大先生他肯帮忙吗 大先生就要送阿元回来了 我们好好地 敬上他几杯老酒 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好 好 对了 长明那里还有一坛 上好的桂花佳酿 我让他拿出来 好好地款待这位大先生 去了啊 这大和尚一讲道打劫 比咱们还起劲 你好好管我你那张嘴巴 你嘴好 不给你磨牙了 你去哪里啊 我迎迎大先生去 军官 我们不讲废话 你赶紧把阿元放出来 我把他送回去 大先生 你别着急啊 听我把话讲完 我跟钱曼元呢 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要不是中间插进来 一个于显阳 我们俩现在早就已经成夫妻了 夫妻 那这件婚事 是你爹答应了呢 还是人家钱师傅答应了呢 我爹当然答应了 钱师傅也答应了 听你自哭气 自想退婚不成 退婚可以啊 那也得钱师傅来退啊 这件事啊 你就别操心了 军官 你和阿元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们俩要是能成为夫妻的话 我祝福你们 但是婚姓大事 不能强求 要讲个缘分 要阿元亲口答应 大先生 这是我们老吴家的事 你管得太多了吧 哦 翅膀硬了 挑大梁了 这挑不挑大梁 不是你说了算 也不是我说了算 这年头啊 我是看清楚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要想混下去 有这个给你壮胆了 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了 是吧 我再问你一句 这人 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大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阿元 他迟早是我们老吴家的 什么叫放不放 依我看啊 这事件 你就别操心了 你小子在给我下俗课令 好 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今天不跟你计较 但是 你给我听好了 日本人再厉害 苏州城 还是苏州城 你还要在苏州城讨生活 不讲人情不守规矩的话 老吴家的自好在苏州城 恐怕就保不住了 想抹着我们老吴家的自好是吧 欺负老吴家没人了是吧 这不是秦姑娘吗 秦姑娘长得可真好看 小和尚 六根不敬啊你 阿弥陀佛 大师讲了 世间万物 因善而美 前姑娘宅心仁厚 为人善良 那自然是极好看的 大师这番话讲得在里 你觉得我和前姑娘在一起配不配 阿弥陀佛 你还跟我卖上官子了你 唯有别时 今不忘 木烟疏雨 过风桥 是不是又出什么篓子了 要我讲啊 我们这么洒等子不是个办法 干脆啊进城去 找大先生问问清楚 这门现在应该开了 老道 我们俩要走一趟 有消息的话 得回来知会一声啊 于是主 一切全都拜托了 秦师傅 大师 二位少安勿躁 我依据回应不了多长时间 得消息吧 阿弥陀佛 不行 我和老吴家几十年的交情 我做不出这种绝人门户的事情 这样吧 少做惩罚就算了 大哥 你和吴秉荣那是你们老哥俩的事 和那个小兔崽子没有半点关系 对呀 大哥 那个小兔老他当二鬼子 帮日本人作孽 他是死有余辜 是啊 大哥 我们要不不做 我们要做 斩草除根 免除后患 对 二弟啊 你讲的 二鬼子也是鬼子 他手里有枪有炮 你不搞死他 那我们不就惨了吗 那我们不就惨了吗 讲的对啊 二哥讲的对 我们别搞得到时候没吃到鱼 反倒惹了一生心 是啊 我老了 心不如从前狠了 这样 让我想一下吧 小四郎 出什么事了 开战了 又开战了 司令官请诸位到三楼会议室 集合议室 好咱们再出去 真没想到 这回让狄州立兵 竟然进了个大便宜 谁就人家是 田军六大人的亲信呢 我记得他当过 台湾军的参谋长吧 海军那帮小子 也太惊喜了 能不能从他们那儿 钓几条大船过来 你想他们 还是老老实实的 自己想办法吧 小林军 你能听得懂皇后强吗 要不要我给你找个翻译 日本的土医冤枉血统 真少量 给我借二二九 朱南 眼下的战局 你有何判断 关键在武汉 武汉乃兵家必争之地 更何况还有个说法 叫得中原者 得天下 所以 绝不能再让日本人细尽半步 照你这么说 还有得失账要打呀 郭兄 敌强我弱 这是一场持久战 上传吧 进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套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世观 佛说是今已 将老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说 如是灭渡无量 无数无边 无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渡者 何以故 我佛死悲 欲渡尽一切众生 然世间苦难时多 我佛也只能给予指引 若求真正解脱 需靠自己 而非他里 若邪魔无道 基于我佛门至宝 其时又当如何 菩萨为 利益一切众生 大义所在 岂容侵犯 全力维护 须靠自己 若有牺牲 又当如何 佛者 绝影 绝了真理 乃能试舍生 生命 牺牲一切 而等可是同此心意 若我佛门 本当如此 既然众议已决 那贫僧便有一件 要紧之事 要跟大家商议 长光 你到外面去看着点 闲杂人等 一律不许进来 是 师父 不错 仁管 这次是经办得不错 等仪式结束之后 我自会论勾行程 客葬 客下 这些都是杯子应该做的 不足挂词 嗯 左曾俊 在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报告课 一切正常 于是 就定在明天上午 你因为几个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不能出现任何的披露 善讯 到底刘臣我讲一下 明天上午 首先是司令官上台发言 然后是 维师会会长发言 接下来是文艺表演 最后就是 我们尊敬的 九艳王要上台 为这块石碑 揭幕剪彩 到时候 这块石碑就放在 就放在这里 左对军 在 你叫几个士兵 把石碑移过来 我们定一下位置 对了 一定要小心 不能有任何的损坏 是 总而言之 那位于施主说得对 对付强盗就得用强盗逻辑 你跟他讲仁义道德 是半点用处都没有的 阿弥陀佛 大师说的这位于施主 就是大名鼎鼎的一支眉 正是 阿弥陀佛 此人取人性命如无物 未免杀孽太重了吧 承得 他日本人犯我国家 杀人掳虑 视人命如草剑 难道这普天下的云云众生 就该逆来顺受 说得对 我佛慈悲得也有怒目金刚 金刚怒目 不如菩萨低眉啊 而等须知 低眉也好 怒目也罢 这就要看你的 所作所为事和目的 危急时刻 为众生则为善 只要心存善念 那便是我佛的慈悲心怀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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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日本人把师碑给搬走了 啊 简直岂有此理 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 莫非真的想筹取豪夺 你们老是抢而夺的 是这样的 我只不过是把这块碑搬过来看看明天摆放的位置 因为我大日本帝国尊敬的旧业王明天就要到台上为这块碑节目剪彩 然后 这块碑就会飘扬过寒 远赴大阪 但是 龟寺以此身外之物换得日中友好 还体现了大东亚共荣之精神 真的是功德无量 好一个日中友好 好一个东亚共荣 可惜这全是阁下的信口慈禾 一派无言 贫僧有言在先 慈悲乃我寒山寺至宝 只要贫僧一息尚存 我就绝不能容易为所欲为 倒是 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我也说几句你不愿意听的话 你们中国人 先丢了东北 又丢了华北 现在连首都都丢了 眼看着国之将王 这区区的一块石碑到底又算得了什么 你 你们减着七日退圣 石碑留下 看什么嘞 主持 了托生死 无据无补 孝僧这就去了 且慢 阿弥陀佛 忍辱波罗蜜 如来说 非忍辱波罗蜜 是名忍辱波罗蜜 何以故 若有我习为戈利王割结身体 若有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兽者相 何以故 我与往昔 节节之解释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兽者相 应生尽不提 有年过去云无坏事做忍辱仙人 于而所失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兽者相 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唐弼胆辰 以免伤了双方的和解 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你要知道 人为帝国的军人 唯有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所以 若有阻挠的话 见神杀神 欲佛杀佛 你若不信 便圣上一身 都变 对 刘仙宇队县兵 从现在开始 颜面坚持 五胎四肠 如果有人敢妄动的话 就跟葛侍安勿论 是 大先生 你打狗不死 搞不好反过来被他咬一口 更何况 那个小侧老连狗都不如 简直就是一只白眼狼 养不俗的 那你这样怎么办 把他做掉 杜先生说了 事情不要作绝 要留有余地 大先生 这是杜先生讲给别人听的 我跟他这么多年 我还不了解他的底啊 想当年 宋家公子把五小姐的肚子给搞大了 找杜先生帮忙擦屁股 杜先生倒是爽快 二话没讲 找两个手下 把人装到麻袋里 推上小火轮 送到吴松口 随便那么一丢 尽了杨子江啊 还讲什么这个叫 纵和话 一死两命啊 大先生 有这样留余地的吗 大先生 你跟吴润官他爹交情匪浅 这我清楚 你肯定下不了这个手 要不这样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做 你放心 我下手有分寸 谁啊 我答应过你的 但现在成了放公炮 真没面子 大先生 话不能这样讲 吴家你去了 该讲的话你也都讲了 是这个兔崽子不知好歹 非要一条道走得黑 那我就得敲他敲他的 昨天寒三四 多好的机会啊 一枪 煮他 对了 大先生 金元法师交代的事 我们可不能给他耽误了 那你准备 把这尸碑藏哪里 开始我也是城里城外地 转了一圈 可这个尸碑太扎眼了 放在哪里都不合适 后来我一琢磨 干脆藏到阳城湖锅掌柜那里 于老弟 领啊领啊 这个族意领啊 阳城湖那么大 随便找个地方一藏 这小鬼子 把被子也找不到 领啊 是吧 大先生 所以大先生 你得给我找辆车 只要把这块尸碑 运到万字码头就可以 好 我让死安排 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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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人找 谁啊 我也不晓得 穿得满斯文 满体面的 对了 这里还有一张名片 唐少语 大先生 这个姓唐的 是不是律师啊 是啊 你听说过 这个人不得了啊 上海滩牛得很 牛得很 唐先生 大先生到了 大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听说你老人家 前些日子去上海了 咱们也不跟我 打声招呼呢 其他的事情 虽然帮不上忙 但安前马后的 泡泡腿什么的 你尽管吩咐我啦 他拿着 可套酒免了 讲吧 有何贵干 大先生 我就喜欢你这个脾气 爽直 痛快 那 我就不见外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明天上午呢 我们围池会 要办一个活动 请你老人家 出山表演 你讲的那个围池会 是和日本人 穿一条裤子的 以前 锐太乡的吴老板 也是围池会的会长 后来被打死了 你怎么样混进去了 大先生 这话 可不能这么讲啊 这年头 大家活得都不容易 讨个生活而已嘛 我就犯不着 在日本人手下 讨生活了 我更不愧 去为他们唱谈会 大大壮 不好意思 你白跑一趟了 请会吧 大先生 您误会了 不是到日本人那里 去唱谈会 而是到寒山寺 去办仪式啊 来来来 先坐下 慢慢讲 坐 大先生 这你就不清楚了 寒山寺那块碑 要去日本国 参加展览 所以呢 要搞一个 欢送仪式 无非就是请你 来盆盆茶 没别的意思 你晓得 我已经好长时间 没开嗓子了 你就不怕 到时候 人家给我倒面烫 大先生 谁不知道你 书表火爆 畅强一流啊 就凭你的名气 往台上那么一亮相 唱都不用唱 那就给我们 天大的面子了 我没这么大面子 平弹 平弹 是平话 和弹词 从来都是双双登台 我一个人 也唱不了啊 大先生 你又找托词了 是不是 不瞒你讲 来之前 我都打听过了 最近 又收了个关门女弟子 场前不错 长得呢 也非常漂亮 是吧 就是因为她漂亮 被本地一条恶棍 强行逼去 我的女弟子死活不从 他们就把她关起来 纸巾没有放她出来 有这样的事 这是谁吃了豹子胆 敢斗对你老人家 活得不耐烦了 是不是 讲 是谁 这个人和你一样 也是在日本人手下讨生活 还是什么治安队队长 你说的是 无论官 大先生 这样 只要你答应明天出场 访人的事 就包在我汤某身上 哪怕天王老子把人抓了 我一定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进 进 进 金子小姐 田丁君 来客人了 司令官的老朋友 请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岁月不饶人哪 你看我已经是 年轻花甲的老头子了 你是帝国的大将 攻克南京都城 可谓名垂史策 不枉此生啊 全都是些虚名啊 忍着花甲之年 挥手一想 原来世人多被虚名所污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为大日本帝国立下憨麻功劳 却连一个虚名都没有留下 实在是 委屈你了 晚辈系的前辈说过的一句话 干我们这行的 如果不想死 连名字都要忘记 这句话晚辈 晚辈一辈子都会记得 我说过这话吗 记性毕竟比不了年轻人了 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 这香棋是我教你的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棋 好像进步不大 我记得你教我的时候 是大正十一年 没错 不是完整的人都会没关系 还有 感谢观看